在千万条路中找到自己方向的苏彤 诸位初见苏彤对苏彤的评价是 虎头虎脑 清纯少年 不善言谈 羞涩 同时诸位也发现 苏彤身上蕴藏着巨大的能量 他对西方各种流派作家如数家珍 还有他对文字的狂热 苏彤沉浸在这百花齐放的文学流派中 成功找到了自己的创作方向 《桑圆流念》就是奠定苏彤小说独特风格的作品 《飞越我的枫阳树故乡》和《1934的逃亡》这两部作品 更是直接让苏彤跻身一流作家的行列 在《飞越我的枫阳树故乡》中 苏彤用枫阳树作为故乡的象征 运用独特的视觉 营造了出色的画面 比如他写道 从祖父被回忆放大的瞳孔里看见我的妖书 等于是在祖父的回忆中提取信息 加上我的想象力共同构成画面 我时而在祖父所叙述的空间中观察 时而又回到现实的时空里 出现在祖父膝下 苏彤通过意向自由地组织叙述时空 让这部作品十分地耐人寻味 苏彤对意向捕捉和夸张的能力 让很多作家望尘默契 当时有一批作家在模仿苏彤 但是他们都无法模仿出苏彤强大的想象力 因此也不可能具备苏彤那样 强大的作家生命力 已经功成名就的苏彤在婚后 又发表了非常优秀的短篇小说 《仪式的完成》 还创作了《英素之家》和《米》 开始对耐人寻味的因果进行探究 《英素之家》继续拓展了 枫杨树的空间 在刘老侠和翠花花在一起时 因果就开始了 在翠花花和陈茂生下孩子 刘晨草后 因果循环达到了一个高潮 结局是陈茂打死了 她的亲生父亲陈茂 刘老侠杀死了翠花花 而刘晨草又被人困在了 因素缸里 《米》则写了一个仇恨 滋养了恶的故事 诸伟用一连串的 《如果》来回顾这个故事 如果故事里的主角五龙 能够得到一丝怜悯 他都可能成为一个好人 就不会展开一连串的报复 可是五龙还是成了恶吧 接着因果开始循环 他成了孤家寡人 尝到了一系列的恶果 这样的结局设置 让读者看到一个 极有感悟力的苏彤 以及他在这种能力之下 不断裂变的创作能力 后来苏彤创作了一系列 让国际导演都欲罢不能的作品 他开始讲述女性的故事 在《妻妾成群》里 苏彤果断地开始写故事 与人物性格 这部作品的写法很像 《红楼梦》 《暗部就班》 扎扎实实 《妻妾成群》 借用老乔段追问 女人是什么 人是什么的主题 这时候来张艺谋电影 《大红灯笼高高挂的栏本》 主委说 这是苏彤写的最好的故事 苏彤还写了《妇女生活》 用三个章节写三代女人的 《一不错不不错》 在《红粉》中 苏彤不仅用细腻的笔触写女人 而且写得更加冷静 把做女人的凄凉 都放在了故事的背后 把被抛弃的旧人这个话题 写得冷入骨髓 他写那些过惯了靠男人吃饭的日子的女人 在需要自食其力的社会无法生存 最终结局悲凉 主委说 这是苏彤写的最干净的小说 后来导演李绍红 把这个故事也拍成了电影 后来苏彤又写了 《另一种妇女生活》 这部作品虽然传播力相对不高 但是功力绝不亚于那些传播力高的小说 他细腻的笔触 把女人的种种写得入目三分 这是她的功力 也是她的资本 苏彤似乎一直像骆驼翔子拉车一样 孜孜不倦地埋头向前奔 从1997年到2002年 接连发表了两部 从长篇小说《菩萨蛮》和《蛇为什么会飞》 这两部长篇 在苏彤的创作之路上 似乎都不算上家之作 用诸伟的话说 《菩萨蛮》是我读到的苏彤写得最笨的小说 《蛇为什么会飞》虽然不沉闷 但是却被线性叙述牵制 少了耐人寻味的东西 到了《河岸》这部长篇 苏彤就找到了一个合适的叙述角度 在故事中用《河与岸》的关系作为试点 讲述父亲身败名列之后 我也成了空屁 故事的每个转折都超出读者的预判 比如在诸位以为空屁会爱上突然到来的女孩时 苏彤却开始写身份带来的荒谬 女孩突然被人赏识 有了新的身份 有了新的前途 诸位恍然大悟 这部小说要讲的就是身份构成的荒诞因果 2012年 诸位到南京要一帮老友吃饭 他发现苏彤似乎逃脱了岁月的雕刻 还是那个纯情少年 一点老胎都不见 大家讨论股票房子的时候 苏彤就更像一个超凡出臣的人 半句插不上嘴 诸位意识到苏彤是个纯粹的作家 后来诸位读到了苏彤的长篇《黄雀记》后 他说这是苏彤长篇创作的巅峰 这部作品表面荒诞 内力悲伤 而且苏彤第一次突破了线性叙事的束缚 把悲欢离合运藏在交织着的如网一般的因果里 让人回味无穷 苏彤自己倒是更看重别人对他短篇小说的评价 如果说对长篇小说的驾驭能力 可以体现一个作家的气度 那么对短篇小说的叙事角度的选择 则是一个作家智商与情商的综合 苏彤就是在广泛的阅读中 获得了在短篇小说中挥洒自如的能力 比如《伞》这篇短篇里 他写道 一把花雨伞害了惊鸿 苏彤处处对细微处的精致描摹 征服了许多读者 在《桥上的疯妈妈》里的苏彤构思更加高级 她用疯妈妈精神病发作作为结局 讲述了一个为了美而承受伤害的女人的一生 而思彦则多了些夸张的成分 讲述一位已经在北京风光生活的博士 包青衣锦还乡 却被迫参加一位老同学的思宴 苏彤在这里故意夸张了钱的作用 让包青在钱的力量之下 备受侮辱 被迫重新丧失了尊严 苏彤的短篇《十英记》 讲述了众人发现一个弃鹰 但是没人愿意无偿喂养弃鹰 于是这个孩子不断地被抛弃 被抛弃了一圈下来 启英最终又回到了最初被遗弃的地方 只是身边多了一只眼里含泪的小羊 而羊意味着利益 故事的整体构思 是用诗意将冷暖结合在一起极为高级 此时苏彤的语言已经好到让人惊叹 构思里的柳暗花明 更像苏彤的创作之路 似乎有着无穷的生命力 有着无限的可能性 今天我们一起了解了创作生命力极强的苏彤 她用细腻的笔触写活了一个个的女性角色 让顶级导演欲罢不能 她用错综复杂的因果关系 把人物的故事和故事背后的使命 展开在读者的面前 她在短片和长篇小说上都有建树 彰显了气度和高级的思维能力 苏彤语言的精妙更是让人感叹 三十年过去 苏彤依然不显老态 在创作的路上也如同一棵长青树 依然茁壮生长着